欢迎收看财经Espresso周末特备 大马截至今年9月的失业率维持在3.4% 根据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的基准 失业率低于4%的国家就被视为全民就业 究竟被视为全民就业的大马背后隐藏了哪些问题呢 其实大马打工一族集体面对的问题离不开 薪水涨速实在太慢 根据统计局数据显示 过去两年大马的月薪涨幅维持在6%以上的良好水平 不过仔细回顾过去6年的薪资涨速 大马的薪资平均涨幅为4.9% 6年内只升了区区的383令吉 这样的薪资涨幅永远追不上生活倍和通膨率上涨的速度 让不少打工一族成为月光族 苦喊钱不够用啊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高薪和加薪是很多大马打工一族梦寐以求的事 根据全球专业招聘人员集团HACE发布的2017年亚洲薪资指南 大马目前薪水最高的行业分别是工程业 电脑与资讯科技业 以及医疗保健业 至于薪水最低的行业则分别是 酒店与餐饮业 教育与培训业以及行政与人力资源业 展望未来哪些行业的员工有望加薪呢 根据专业招聘咨询公司华德市预测 明年有三大行业的跳槽人士将会加薪20%到25% 分别是银行和金融服务业 工程业 以及法律和合规业 此外 资讯科技领域的加薪幅度更是预料将会达到20%到30% 原因是金融科技 银行业 医疗保健业等都需要数据分析 软件工程和网络安全方面的专才 再加上政府日前推荐的数字自由贸易区 也创造出更多资讯科技领域人才的需求 华德市也指出 在受到经商便利 政治稳定 市场成长 以及政府推动利于经商的措施等因素影响下 大马近年来的招聘活动稳定发展 而明年的招聘活动预料也将会更活跃 想要高薪或加薪的打工一族们 你准备好加入战局了吗 工还是手 掌握在你我手中